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风水里面讲就是大凶 他天天这样见着对着你 对到他能量产生的数字 大过于你的能量场的时候 你就有雪黄之战 雪黄之战怎么来就怎么来 那你说这么厉害 这个东西对就有能量 因为他在聚 对不对 时空的运转 能量有些东西也会飘的 他聚在那 这个东西不错尖的 有些能量他喜欢 像个吸铁一样 他还会吸能量 任何东西都会吸能量 你可能还没听过 所以这东西他能量 对对对对对 待到时候冰狗 你不强就伤到 就很简单 所以你比如说 你家里有什么尖的脚 桌子的尖脚 或怎么样 刚刚就对着你 或怎么样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国家那边有没有卖 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圆弧形的 好像那个防碰撞的什么东西 你把它在那边贴上去 就把这个煞给画 煞了不煞了嘛 那就好了嘛 你说风水简单 就那么点工夫 只是你会不会想不想 要不要 对不对 那说我们家对面 他那个壁刀 切着我们家大门 那怎么我去贴个几片吗 是不是 也不行 对吧 你不能改变对方的心的时候 那只能增加自己的能耐 咱们讲了吗 把自己的能量产加深 大过于他的壁刀煞的能量 你坐在里面 好法无伤 是不是 对 对 对